这一幕月妻都觉得辣眼睛 两个大男人只好光速离开 星儿却露出狡黠的笑容 夜行符早已被她藏了起来 次日星儿正在练字 月公子特意过来骚扰人家 越来越放肆 不愧是蝶纸天眼的继承人 果然太了天眼 今天月公子要训练星儿的嗅觉 让他在花园里找到开得最茂盛的一朵花 星儿蒙着眼睛找啊找 这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傻子 以为星儿在玩桌迷藏 还要一起加入 可他身上的火锅味太重 走到哪星儿都能闻到 被抓住后还想还手 在星儿手脚的劝说下 去臭水沟游了会儿游 起来后刚想教训星儿 却反被他教育了几句 人家堂堂皇子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 追上去想找回场子 可又被星儿秒杀 就这样 袁松皇子被虐了一顿之后 彻底爱上了星儿 立刻跑去宇文约那里想要人 这时燕巡也出现在青山院 看到星儿走过来 恶作剧地朝人家扔果子 爬那么高 也不怕摔死啊 不劳你操心 两人逗了一会嘴后 星儿刚想离开 他又一颗果子砸在人家头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时苍巫鸟都看不下去了 怀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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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巡真是走了鸟使运 怀蛋 看到没有 这就是报应 第一次看到星儿笑得这么甜 燕巡的心都要融化了 这边袁松已经来到了宇文岳镇里 岳公子一闻就知道他掉进了臭水沟 袁松震惊地问他不是瞎了吗 我是眼盲 但我没路 你走过的脚步声轻重不移 而且那么大力地擦衣服 让我猜不到的 袁松刚入座 又飘来两块洁白的大板牙 我说冷公子怎么今日口味这么重 将臭泥当作熏香 殊不知 是豫王的体香 这股鸟使味 应该是苍巫鸟又调皮 三个情敌难得地聚在了一屋 袁松刚开口说要带走星儿 燕巡立刻将他拦下 说他也是来要人的 这就很尴尬了 你们两个人都想要星儿是吗 是 对 但是星儿只有一个 你们一个是玉皇 一个是燕北狮子 你们两个 我都得罪不起 你当然是给我就好了 那自然是送我 最后岳公子以眼疾需要星儿照顾为由 先将袁松打发走了 可燕巡不比那个地主家傻儿子 他看得出来宇文月的眼睛已经好了 在这里岳公子再次劝他 让燕巡的父亲要低调些 可燕巡不认为皇上对他父亲有想法 毕竟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兄弟 而且他父亲曾经好几次舍命救皇上 燕巡很重感情 可他不懂为君之道 更低估了皇上对他父亲的疑心 找个机会 回到燕北 燕巡还是不以为然 话锋一转又开始要人 本人想为处境困难的岳公子分忧 比如 带走一个惹麻烦添堵的废物小点心 你我兄弟之情 纵上 也不能送废物 这时候两兄弟感情是真的好 可到后面燕巡围杀宇文月的时候也是真的很 这天宇文怀又召开茶会 邀请了淳儿公主到场 淳儿时不时望向燕巡 可燕巡的目光却一直在新儿身上 我爱你你却爱着他 隔着屏幕都闻到酸味 淳儿气得来到湖边散心 这时宇文怀来到了他身边 说会帮他清楚一切障碍 前段时间宋大娘的死 他们知道是新儿做的 利用这个机会正好除掉他 这时他已经派人来到了青山院 新儿得知后知道这件事瞒不过去 因为宋大娘死的时候摘下了小七的手镯 他准备趁晚上月公子赏花灯时 带着两个妹妹远离青山院